中國近期持續高溫讓華中陷入嚴重旱情 目前包括安徽、湖南、貴州、重慶等省分軍出現江河斷流情況 其中中國最大淡水湖 江西破陽湖打破70年沽水期紀錄 長江水位降至150年伸低 廬山瀑布原本澎湃水流如今壽成一條線 預計未來十天、四川、江漢、江懷、江南等多地仍持續高溫 對於這種極端異常天氣 民間認為是上天在被人發出警示 中國國家氣候中心稱 中國今年從6月13日至今 區域性高溫事件綜合強度達到1961年 有完整氣象觀察紀錄以來最強 新華社報導 截至8月15日 此次高溫事件已持續64天 為1961年以來持續時間最長 由於中國持續高溫天氣 多省相繼傳出陷入嚴重刊情 包括安徽、湖南、貴州、重慶等省分都出現江河斷流情況 據央視財經報導 中國最大淡水戶、潑陽湖、大宿水 水體面積只剩下803平方公里 較去年同期減少2097平方公里 比風水期的3,800多平方公里減少3,000平方公里 創1951年有紀錄以來最早進入沽水期的紀錄 此外,潑陽湖中有一座遠近文明的地標性古蹟 洛星敦在風水期 洛星敦浸於水中 遠予水中孤島 一般在11月才可規見全貌 如今已露出全貌 隨著高溫干寒天氣持續 江西廬山瀑布原本澎湃的水流都不見 瀑布收身成一條線 從山上流下來水量極少 幾乎快斷絕 當地遊客對海客新聞表示 7月去受風瀑布遊玩時 水量還很大 站在瀑布旁邊 可以感覺到水花霧氣直往臉上撲 但7月後水量明顯減少 加上持續高溫干寒 受風瀑布越來越淺勢 對於中國近來的極端天氣 不少網友議論紛紛 8年一遇的干寒 央婆養戶成為草原 可以逃步去到諾聲敦 這個夏天太難了 走到哪裡都是熟人 再不降溫就要變成招人 最近幾年都太難了 一不就干寒 一不水路 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目前中國長江處於順旗 但卻遭遇乾寒危機 持續的高溫熱浪 高溫不降 人工降雨都無地操作 往年這個時候還有洪風過境 現在加寧江河床拿路 南岸浮嶺山火四起 疫情沒完沒了 都有網友認為中國近來氣候異常是上天被人的警示 2022年8月18日發生在中國的兩極 西陵大通縣 大雨伸紅 多人死亡失蹤 江西破陽湖持續乾旱 水位下降伸低 唐山打死人安 依然是隻仇遮天 正正是天災不斷 人禍連連 代表著人心背向 氣數已盡 天意與民意都不可為 翻查歷史資料發現 中國歷代王朝走向滅亡時 都是天災不斷 例如 蠢兆末年出現罕見水災 當時山東、安徽等地方因久遇成災 成為了水向疾國 西漢後期一直持續水災 罕災、蟲災等 東漢後期更是多次步伐瘟疫 處於變動歷史時期的三國兩津時期 共發生罕災60次 水災56次 地震53次 疫災17次 旺災14次 徐朝後期 山東、河南發大水 淹沒40餘軍 且不久出現疾疫 南宋末年 浙江永家地區大疫 明朝末年 清朝末年 軍疫病流行 死傷無數 而至1999年後 中國年年出現多種自然災害 如乾旱、水災、地震、煌災等 連往年不多見的沙塵布、高溫、施潮都已突顯、骯增、罕見方式出現在中國 至今大陸民眾對2003年爆發的SARS仍深有如歸 再以2004年7月為例 中國西藏發生6.7級地震 甘肅出現沙塵布 北京等多個城市出現少見暴雨 廣東出現大風和暴雨 湖北、湖南、廣西、安徽等省接連出現暴雨、怒災等 如今走入2022年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鼠疫、朱溫、蟲、洪災、罕災等更是遍及大江南北 這不禁引民間再次深思 重慶市18日測德45度 災波高溫紀錄 這也是中國有氣象紀錄以來 首度在新疆以外出現45度 重慶氣象台當日持續發布高溫紅色預警信號 也是今年以來第8個紅色高溫預警 由於連日高溫限電缺水 重慶頻寸山林火災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重慶市氣象台18日下午發布 北培國家站最高氣溫達45度 再度刷新重慶有氣象紀錄以來最高溫極值 北培國家站17日才測得歷史最高溫44.6度 紀錄緊維持一日 截至18日傍晚 重慶浮寧區江北街道鎖核山林火災本已撲滅又復現 幾處山火尚未知造成多少人員傷亡 重慶山火不斷 穿上熱搜新聞 網友紛紛留言 浮寧到現在共三起火災 大梁山 北山坪 三橋下鄧家村 火勢都好兇猛 北山坪那邊足多 8點多起火 一下就串山頂 城區附近三座山都起火 太詭異了 今年重慶為何那麼多災難 天氣熱點似火爐41度 這個山上有起火災 根據重慶市林業局預防署消息 直至18日15時 重慶已有南岸 北培 碧山 沙平坡 九龍坡 大道口 大竹 合村 萬聖京海區 梁平 巴南 石柱 長壽 江北 重慶高新區 電江 銅梁 榮昌 永川 毛山 浮寧 岐江 22個涉林區縣發布森林防火風山令 風山時間多截至8月31日 重慶天災不斷之際 COVID-19疫情都跟著嚴峻 重慶市沙平坡區疫情放空指揮部 18日晚間通告 對沙平坡東部城區實施臨時管控措施 核內16個鎮街停止一切非必要人員流動 多個小區風管 巴士 的士 網約車等一律暫停運營 私家車暫停上路行駛 地鐵 輕軌 除在重慶西站 沙平坡站外不停站 生產經營企業實行百名單制度 嚴格閉環管理 中共七常委被指引申不帶河半個月後 8月16日習近平與李克強均露面 習近平赴遼寧考察再提共同富裕 李克強則延伸深圳 有學者解渡 共同富裕已成為習近平拼第三個任期的維穩手段 據新華社報導 習近平16日下午在遼寧省錦州市先後考察了 遼審戰役紀念館、東湖森林公園 對防信工作等做指示 條言期間 習近平再次強調共同富裕 還稱對東北震慶充滿信心 從央視影片中可見 習近平在公園內偶遇 顯然是當地政府安排等待的大批民眾 習現場發表說 值得注意的是 8月16日當日 李克強南下 習近平不上 李克強在廣東的新聞16日晚上 就上了新聞聯播 習考察遼寧的新聞17日才發布 在海外推特上 習關注東北震慶的消息引發網民熱議 東北震慶 但凡說震慶哪裡 講明那裡就有大事發生 估計又是官場地震 又是一波核折騰 中共振興東北工作小組已存在至少25年以上 小組長都是總理級別 副組長都是副總理 同各重要部委部長 投入巨大資金基本上毫無成效 投資不過山海關根本無資金敢進入東北 幾年前馬雲馬化騰組隊去東北投資 最後不了了之 8月16日出版的中共黨刊 《求是雜誌》刊發了習近平的文章 全黨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再提共同呼籲 文章還說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一項長期任務 都是一項現實任務 急不得 都等不得 必須擺在更重要的位置 向著這個目標作出更積極有為的努力 文章還稱 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國大局 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統籌疫情放空和經濟社會發展等 並強調越是形勢複雜 任務監據 越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和黨中央集中同一領導 外界注意到 習主導的共同富裕運動 在今年似乎有所降溫 如今黨會再次強調 引發多方解到 前北京之春集中榮譽主篇 胡平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認為 習近平必須不斷擦存在感 顯示他二十大徹仍大權在握 尤其習近平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 但疫情下 他堅持動態清零 多省多城市風控、靜密 農民工無法做事 跌到貧窮線下 胡平說 一些原本據說已經脫貧的地區 出現反貧的現象 又落到貧窮線下 所以他說這話意思是要抓緊時間 將那些落到貧窮線的地區 趕緊拉起來 成為二十大可誇搖的政績 若是跌下去 拉不起你 全面脫貧掛了尾巴沒有員工 二十大就不好說 重要的是習將全面脫貧當作主要政績 現在所謂全面脫貧肯定出了問題 台灣國家安全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方崇燕則對希望之聲分析說 近期中國暴露出來的金融問題 房地產風暴等令外界認為 中國經濟短期內不會好轉 中共總理李克強最近都常常強調經濟問題需要改善 甚至傳出習李兜、危級習連任等說法 所以我覺得他在二十大要開之前再度喊出共同富裕 就是要告訴外界他有信心連任 而且他有足夠的準備 方崇燕指出 之前美國總統拜登與習近平通話 一度令外界以為中美關係緊張會有所緩解 但隨著中共因佩洛西訪台發起大規模軍演 令美中關係緊張升高 且短期沒有舒緩的可能 如果美中的對立繼續而且惡化的話 他勢必會造成美中 或者是中國與外部的經濟脫勾 對中國的經濟成長來說並不是好事 方崇燕推測 中共高層也推測到 一兩年內中國經濟前景悲觀 或者他再度推動共同富裕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意圖去解決即將要面臨的貧富差距的惡化 失業率的飆升 還有種種紋身的問題 內需的這些問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